眼前的这座桥 是一座会不断长高的桥 它位于花东纵谷的花莲玉里 横跨在秀姑阮西上 它的故事跟板块运动 照扇运动和断层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面对的那边是海岸山脉 是向东 我的后面这边是中央山脉 那这两个地方在地质界 我们经过很多的调查之后 发现它的材料不一样 这边是比较多这种火山的东西 那后面中央山脉 是这个整个大陆边缘的沉积物 这是非常强的材料特性的对比 板块边界就是因为这边 两边材料非常的不同 在板块边界上的玉里旧铁桥 桥上设有板块交界的告示牌 这里也是观察板块运动最佳的地点 菲律宾海板块 每年以8公分的速度靠近 这8公分散步在整个这么宽的范围内 但是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这个位置地形这是重骨 是变形最快最快的地方 大概有每年3公分的地方在这个 从这个山到那个山中间变形 那大部分的变形就是表现在这个地方 花东纵骨的地质故事 要从1000万年前说起 在距离台湾1000公里外海 菲律宾海板块 因为板块引没作用 引发数百万年的火山喷发 而菲律宾海板块 持续往台湾靠近 在五六百万年前 与欧亚板块碰撞 形成东部的海岸山脉 和花东纵骨 报告 报告 这边完成 好测咯 收到 好啊 好吧 可以收了 我们现在在用全站椅侧 这边高度差 我们这边看过去 其实有明显的高度差 那这个高度差 可以由那边那台机器的角度 跟它有那个雷射的这个距离 来换算得到这个高度 那我们就一个点一个点量过去 看这边的那个高度的地形剖面 五十七 五十五 二十七 就是直接到那个水泥那边 然后最后一个 好 台湾的造山运动仍在持续中 今年累月的地质作用 造成大地变动 桥梁变形 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知道说这边 当作一个 一个界限 往 我们的东边看 是比较属于 菲律宾板块的东西 往我们的西边看 比较属于 欧牙板块的东西 那在这里 刚好在这里 就是变形的速度很快 快到 我们的眼睛都可以看出 这个桥面 在两边 高底有几十公分的差异 那 这边也设置了脚印 可以让大家踩在那边 似乎是跨越两个不同的 板块的感觉 那个 这边变形最厉害的地方 大概就是从那个曼智 就是有一个脚踏车的边缘 有两个爱心那边 然后从那边 之后所有的桥 大概都是满平的 然后往这边 这个桥的 这个扶手呢 就开始往下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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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到这边 其实 这个都是倾斜的 这座桥一共有25个桥墩 变形最明显的位置是 第17、18、19号的桥墩 这是挤压台深的记录 原因是 菲律宾板块的海岸山脉 逆冲上欧亚板块的中央山脉 造成海岸山脉这一侧的桥梁 每年有两三公分的台深量 桥梁的台深跟断层也有关系 在两大板块交界的地方 有一条玉璃断层 台湾造山的总共年代 几个百万年 所以这边持续累积 变形的量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这么大的变形的量 把这边的地层撕开 就变成是断层 断层线就在这个变形 最厉害的这边 所以来 你稍微两边看一下 除了看风景 要看看这个被变形的地方 会看得很清楚 你就是站在断层线的地方 玉璃旧铁桥 桥下的秀姑阮溪是东部第一大河 全长81公里 是孕育花东颂谷冲击山的主要河流 而玉璃断层就在河床底下 那这个河床看一下 这个大棵的石头 它有这些绿色的啊 白色的啊 然后有一些花纹的 大部分看起来 都是中央山脉下来的变质岩 中央山脉最高快要4000公尺 规模比海岸山脉大很多 海岸山脉来源的东西 可能就是小细少 那就混在这边被稀释掉 黄昏的玉璃旧铁桥 静静矗立在花东纵谷上 桥下的秀姑阮溪 溪水的倒影仿佛说出大桥的秘密 搖曳不定的桥声 告诉人们 它横跨在相互挤压的两大板块上 两个板块中间啊 那其实在这里最 大概最大的地质上的体物 就是说这里确实是一个见证 台湾是有板块作用造起来的地方 一次一次的挤压 那这些挤压有一部分 就是类似地震 持续会发生 过去持续发生 未来应该也会持续发生 所以不管从人类历史的时间 再到地质历史的时间 拉长之后 我们会发现 整个世界是由持续的变动 造成的一个暂时稳定现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